好 那我们继续开发这个关注接口 我们看一下这个UseInfo里面这个关注按钮 就是这个我们看的这个关注按钮 关注按钮它Click点击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 好 这里它点击了之后 它是Post的一个叫做Follow的一个接口 API Perfile Follow这个接口 然后它传论的参数是UseID UseID就是说当前这个用户的这个ID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是以张三代身份登录 然后这个地方点击关注李四的话 点击关注李四 那这个地方传的应该就是李四的ID 对吧 至于我的ID 我可以在后端通过Session来获取 对吧 没问题对吧 然后如果失败你参数失败信息 关注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就隐藏关注按钮 显示取消关注按钮 这个没有毛病对吧 取消关注也一样 取消关注的时候我们是显示 我们请求这个API Profile I Follow这个接口 常常的信息也是一样的 把ID传过去 然后取消关注成功的时候 我们是显示这个关注按钮 重新显示关注按钮 然后隐藏取消关注按钮 所以按钮的显示和隐藏 这是前端处理的一个逻辑 OK 那这个情况其实大家很常见 对吧 我们玩各种APP 点完关注之后 那个按钮会立马 变成一个取消关注 对吧 好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逻辑来去开发 就是首先要把这个接口做出来 然后去接收参数 对吧 好 做接口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API这个路由中去做 就我们到这个Blog Profile 这里面来 这里面有一个加载功多 就是个人主要加载功多 然后我们继续做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叫做关注的一个接口 对吧 OK Router.post 关注是用post 因为我们算是一个新增一个关系 对吧 是用post 好 follow 首先login check 这是必须有的 就是这个登录验证 必须是要有的 然后 来处理我们自己的逻辑 tx next 好 这边我们该干嘛呢 首先我们要获取自己的ID 自己的ID 自己的ID从哪儿获取 从session里面去获取 对吧 好 我们从session里面获取了ID 然后这个ID呢 我们命名给这个myuserID 就是让你更加明确一些 因为接下来会有一个叫做 current user ID 我们通过request.buddy里面来获取 比如说request.buddy里面 我们可以获取post过来的数据 也就是说这个 我们的post过来是一个 UlerID的一个参数 对吧 那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又给它复制成 那个current UlerID 当前用户的ID 这就很明确了 这是我的 这是当前用户的 就是我来关注它嘛 对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执行一个controller 就是把我来关注它 这个逻辑给它实现 暂时保存一下 好 controller呢 我们去找一下这个 user relation这里面 因为它是用户关系的嘛 这个地方只有一个getfines 就是获取粉丝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肯定要添加一个 叫做follow的一个function 就是关注 关注需要两个参数 很明显 对吧 myUlerID 和这个currentUlerID 好 那这两个参数 正好是和这两个变量 应该是对应起来的 所以等会我们直接传过来就行了 那好 那定义完之后 我们别忘了把它输出出来 然后把注视也写上 就当前登录的用户ID 好 那接下来 currentUlerID就是 要被关注的用户ID 对吧 然后这是关注 OK 那关注里面该怎么写呢 因为它是一个关注嘛 它没有什么逻辑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需要调用一个service就可以了 service把这个数据 刷销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service里面正好 service里面也是在这个 user relation这里面来 然后这里面呢 也只有一个getusersbyfollower 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它加一个函数 我们叫做add follower 就是添加关注人 好 add follower 我们把这个userID传过来 然后把这个followerID传过来 好 大家看这个参数的命名呢 就和这个不一样了 这个参数的命名是有很严重的业务形象的 对吧 当前的用户 以及我的用户ID 当前的用户ID 然后这个参数的命名呢 就有很强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倾向 就是我不管什么你的我的 对吧 我只管这个数据资段 我们在数据库什么设计的时候 就是说userID和followerID这两个 所以说我就接触这两个参数 所以说service这里面 它是一个倾向于数据操作的一个API 然后controller里面 它是一个倾向于业务操作的API 所以他们两个的参数的命名 或者函数的命名 它可能都不一样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然后写完之后呢 我们给它输出 然后我们把这个图示给写上 好 用户ID 被关注用户ID 好 描述是添加关注关系 对吧 好 这里面我们就开始写 其实很简单 result复制成 不为一次 用userrelation就可以了 userrelation.create 其实就添加一个关注关系 对吧 然后create里面传入什么呢 传入userID和什么 followID OK 那我们顺便再回顾一下 我们在db里面 进行这个图示的模型 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里面就有 拥有的ID和followID 用户的ID和被关注人的ID 对吧 我们只要把这个关系 添上去之后 这个关注的关系就形成了 对吧 张三关注的李四 然后把张四的ID放在这里面 把李四的ID放在这里面 这样的关注关系就已经形成了 所以说数据层面来说 它只是创建了一个 表的一个记录而已 创建了一条数据而已 对吧 然后表出这个关系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去return 就可以了 return这个results.det values 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行了 这个方式和我们 评测用户的方式是一样的 the createUder 对吧 createUder也是创建一个用户 这个很好理解 那我们这个添加关系呢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创建一个关系 所谓这个关系 它也是一个数据表 对吧 所以跟那个是一样的 OK 保存一下 addFollower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去引用一下 在这个control里面去引用一下 好 然后在这就可以也可以用了 因为它是个创建嘛 所以我们加一个trycatch吧 好 try里面呢 我们就直接执行就行了 await addFollower 然后myUderD和这个currentUderD传过去 好 myUderD就是说这个 关系的人 对吧 currentUderD就是要被关注的人啊 这两个参数要对应到这里面 这两个参数大家要对应好 要把你的关注关系就到了啊 然后return一个sizemodel就可以了 好 其他数据什么都不用返回 只告诉前端成功了就可以了 然后catch 如果catch的话 就return一个叫errormodel 是吧 errormodel也定义了 那errormodel里面 关注失败对吧 用这个行李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这个引过来 好引过来之后返回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follow这个方法 这样实现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在这个路由里面 我们再去引用过来 在controller blog profile里面 去引用过来 不对 应该是在那个 userrelation的路由里面 对吧 controller userrelation 从这里面去引用 然后follow 然后引用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了 使用 其实使用路由 这个方法也和之前是一样的 直接去返回就好了 好 follow 然后myuserid和这个currentuserrd 这两个 含过去 这两个参数 正好对应到这两个参数 这样就完事了 这样的话 关注关系就已经形成了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代码一直在服务中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 数据库给它打开 然后我们看一下当前的这个 select信号 fromuserrelations 我们当前的这个表 表名字大家应该记得了啊 然后执行 执行这个表里面什么都没有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users表 users表里面是 张三的RD是1 RD是RD是2 对吧 那现在我们要执行干嘛呢 我们要执行张三关注RD4 对吧 那我们先去点一下 好 添加观众失败 我们看一下 反回添加观众失败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报错啊 OK那我们先不看数据 我们先看这个错误 添加观众失败 肯定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呢 我们添加观众失败 应该去 console.error 去把这个错误给打印出来 对吧 那么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错误 出了bug没关系 清空一下 我们就慢慢的把它找出来就可以了 OK这个地方 其实大家看 我一刷新已经是取消关注了 说明是数据已经见上了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里面 数据库里面可能已经有了 这个问题可能就是 你可能会遇到比较怪的 大家看 UdaRD和FlowRD已经有了 对吧 那我刚才那个地方 显示的天涯观众失败 比如说它是 Try里面执行出问题了 然后直接到Cache里面去了 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验证呢 就出这种问题的话 很好验证 我们去把这个数据删了就行了 DeleteFromUserRelations WearID等于1 好 我们把这个关系删掉 对吧 好 删掉之后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没有关系了 那我们接下来 再去刷新 这就成关注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复现一下那个问题 看能不能复现一下 天涯观众失败 那我们看一下 哦 这儿了 Classic and Dratural Success Model Cannot be removed without new 就这个问题 对吧 它不是一个添加数据的问题 它是一个return的时候 这个Sucas Model 前面没有写new 所以说我们从这儿看到一个 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啊 首先第一个我们是要复现问题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的数据库里面有数据 没关系 我们先把数据库的数据删掉 删掉之后呢 我们能把问题复现 复现完之后呢 我们通过打印日志 或者说通打断点 我们能把这个问题给它抛出来 这儿有个top error对吧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问题的描述 我们就能一下子把这个错误给它找出来 而且这个问题描述下面呢 还有一个那个代码的行和列数 32行 32行正好是这一行对吧 所以说控制台里面的报算会给你指的非常清楚 你要善于去利用这些报算信息 把这个错误给它找出来 对吧 正好我们也是 走到问题之后 我们就现场给大家debug了 然后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出了问题之后 要去自己找 对吧 不要光去看代码 说那个我这写的没问题啊 然后你看代码你是看不出来的 你要去自己找 你要主动去把这个错误让它暴露 让它在控制台打印出来 对吧 你才能把这个问题一点点解决 你不能光自己看 OK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再做一遍删除啊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数据库里面 RD是2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再做一遍删除 好 这个时候应该就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 我们再重新再来演示 刷新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关注 好 大家看 已经显示了许多关注了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返回的也是 Aronama等于0 成功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关注已经成功了 然后我们再重新看数据库 这行 一个ID等于1 FollowID等于2 对吧 也就是说是1关注了2 也就是说是张三关注了李四 因为我们这个张三的ID是1 李四的ID是2 对吧 张三关注了李四 那好 那我们再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呢 李四的这个粉丝列表张三就已经出来了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回顾一下之前开发的粉丝列表 因为张三关注是李四 所以说张三成为李四的粉丝 所以说李四的这个个人主页里面 这个张三这个粉丝列表就已经出来了 张三对吧 只不过只有一个而已 数量是1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发这个取消关注这个接口